还没有收到预约简讯先别着急 因为指挥中心三度加开第六轮的高端疫苗预约 只要在8月16号到21号之间有登记悬天高端的民众 有机会在23号24号两天预约 27号到29号可以接种 预计加开20万剂 如果检疫风筛如果没有办法通过 那后面的人只好就抱歉了 不过我们现在是已到的量 有把握已经到的量做一个估算的基准 强调只要整批都通过检验20万人 就有机会通通打到 只不过高端疫苗仿单里提到的罕见副作用 包括颜面神经失调还有眼压过高 一是建议眼疾患者最好先评估再接种 眼压就有一些青光炎的问题 或者是正在治疗中的一些病人 可能他们在施打的前后 要注意自己眼压的变化跟我们视野的变化 而高端疫苗的另一个疑虑 就是保护力还不明朗 针对高感染性的硬度变种株 可能需要及早做好 第三剂的数量预备 这次反映出它对原始病毒的保护力 如果比较低的时候 对zata病毒的保护力 当然也会比较低 除了国产疫苗再过一天就要开打 永灵基金会预计捐赠的BMT疫苗 进度也很乐观 鸿海发言人强调 一切时程配合指挥中心 希望尽快带着疫苗回到台湾 八大新闻合皮李松原 采访不咯 民生发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八大民生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